每日有新瓜,柯唐柯不停,哈喽大家好,爱女的小儿又来了 由白鲁王赫蒂主演的《以爱为营》正在拍摄中 该剧改编字窍窑小说错撩当之无愧的一部大IP 女主白鲁是事业生争日上的小花 王赫蒂则是暑期凭借苍蓝绝爆火,成为了心境流量 于《以爱为营》而言,请到了白鲁家王赫蒂的组合 不管是演技还是热度而言都有了保证 谁曾想《以爱为营》还没开拍就已经大闹了一场 开拍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上演了一场又一场闹剧 王赫蒂粉丝纷纷扬迷,要埋了压为营 白鲁老板于正更是替旗下一人出战上演骂战 戏外的剧情远比戏内精彩 于正与王赫蒂粉丝之间的这场battle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不让撕翻还是撕 官宣认了白鲁是一番,在青簪行拍摄时 一度因为撕翻问题闹上了央视 央视对于该现象进行点名批评的同时 也就阴阳剧本、阴阳合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后续在青浪行动以及整队内娱的活动中 广电专门就翻位以及阴阳合同等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新规 其中关于翻位如实说道 演职人员在电视区的署名方式、顺序、位置等 由聘用合同决定 制片人应在与演职人员签署聘用合同时 就署名问题进行沟通和约定 规避、征翻位等署名纠纷的发生 阴阳合同、阴阳剧本等现象更是被广电严重抵制 然而即便广电已经用白纸黑字的方式 就翻位进行排序 却依旧阻止不了一场又一场的粉丝之间的四番大战 遇到有流量演员参演的剧组 那更是火力爆表 剧组大都不作为 看着粉丝护思的同时 唯有等到正式官宣时才能够真正揭晓翻位 那么为何能于如此看重翻位呢 在路人看来嗤之以鼻的翻位 在粉丝、资方以及平台等处 却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指标 翻位不仅检验着一个演员的抗拒能力 更是关乎着个人利益 往往一部剧爆火一番都是去红利最多的一方 江苏颖的三十而已 张若云的庆余年 郭麒麟的坠序等等 皆是如此 为此才有了粉丝对于翻位的执着 即便广电已经明令禁止四番 但依旧屡禁不止 白露王贺帝的以艾维莹也成为了其中一员 难以免俗 在剧方位官宣前 就早有爆料称以艾维莹开拍在即 男女主人选一开始传的也是白露和张彬彬 随着原作作者关注白露以及王贺帝方任令角色 这才让以艾维莹班底出剑端倪 然而随着班底的确认一场四番大战 也开始愈演愈烈 早前纷纷喊着王贺帝不可能接一艾维莹 不可能当二番的粉丝迅速加入了四番的阵营 双方粉丝一场骂战迅速升级 也惹来了白露细经老板于正的关注 明朝暗讽双管齐下 需要跟别人压翻抢翻没能力抗拒 不会做抢翻为这么漏的事情等京剧评出 随着于正的下场 这场四番大战变得越发热闹 当然路人早已看厌了这种四番场面 毕竟但凡有热剧开拍 就少不了这样的名场面 而剧方演员也是双赢 剧还没开拍 这热度简直是蹭蹭蹭就出来了 当然其中给人的观感并不好 可黑红照样是红啊 最终这场四番大战 随着以爱为营剧方的正式官宣 才慢慢落下了帷幕 女主白露是实打实的一番女主 王贺帝则是二番男主 王贺帝粉丝控诉 男方戏份少 扬言要埋了以爱为营 本以为这场对战到剧方官宣 就应该彻底告终 毕竟按照广电的新规 范围一旦官宣 那就是白纸黑字被写在合同里的 但即使已经按照合同说话 依旧堵不住粉丝的画柄 火力更是齐齐对准于正 上演了新的骂战 其依粉丝纠结的 仍旧是范围问题 于正再次就范围问题发文说 范围这种事最可笑 我从来不在意 发文中更是再三强调 在意范围的是纯属有病 更是发言道 为难制作方为难平台 你是觉得能火一辈子 还是将来就不准备干了 花五百日红 傻不傻 言此间都是对于范围的不屑 更是强调 没必要去为了范围 得罪平台和制片方 毕竟谁也不能保证能红一辈子 这番发言看起来情真一切 也是彻底想将范围之争割下 毕竟都已经管选 做再多的争论也无济于事 然而依旧阻挡不了粉丝的围追堵截 甚至扬言白露的一番女主 就是征来的 对于粉丝的发言 余正再次不厌其烦的解释 是以艾维莹剧组 先找上的白露承诺给的一番 而以艾维莹是定女选男 不存在争的说法 也不是所谓的大女主席 可惜余正再多的解释 在王赫蒂经纪人的一句 谈多想吐后再次变得苍白 只能说白露和王赫蒂在剧组 却是合作愉快地进行剧集拍摄 戏外白露的戏金老板 与王赫蒂的戏金经纪人 则一直在给四番大战该砖添瓦 这才让粉丝兴起难评 既然翻位已定 不如就把这一片翻过去吧 没必要就这不放 到时候人来点名 那真的是得不偿失 其二则是粉丝控诉 王赫蒂在以艾维莹的戏份太少 单说原著错撩并不长 但芒果愣是要拍36集 就证明了其中有一些注水的成分 而王赫蒂出演的男主实验 在原著中的记忆点就是 拂眼镜 劳斯莱斯 不说话 醉酒俯身热闻等 哎呀 又是一个Beaking角色 却也符合王赫蒂的外形 从目前以艾维莹路透来看 王赫蒂的人设 基本保持原著一致 确实也做到了尊重原著 可惜男主在原著中 就是一个工具人 主要突出的便是 对于女主的深情与Beaking 另外一方面 随着现场的飞夜曝光 36集的剧集 确实存在配角佳琪注水 这才惹来了王赫蒂粉丝的不满 王赫蒂从早到晚 一共就两场戏 其他时间都要等着佳琪的配角拍完 还不能走 这才让粉丝心疼不已 发出了控诉 甚至还有粉丝 跑到经纪人微博底下评论 配合群演客创 浪费自己时间 他的时间很宝贵 你明白吗 更是要求经纪人去提要求 将王赫蒂的戏分 集中拍摄 提早杀青 不要再在压为营 去组浪费时间 王赫蒂不等戏 随着粉丝的诉求越来越多 原本合理的诉求 也开始变得剑走偏锋 从四番开始 就引发的不好观感 到了这番诉求更是优胜 不少网友开始评论 慈眼吧 粉丝心很高 手挺长 谁还愿意跟他家合作呀 等等 粉丝行为逐渐上升 争人 也为王赫蒂招来不少负评 但这样的事情 在内遇也是屡见不鲜 只能说郑主不及 粉丝却早已为郑主操碎了心 合理的诉求是要提 但也要注意方式 一部剧并不是一个人的产物 男主的时间宝贵 别人的演员时间就是垃圾吗 而拍摄时常范围 哪只薪酬都是白纸黑字的 都要在合同中体现的 如果合同中有缺陷 那也是经纪人去剧方白头 并不需要粉丝上演 私剧组私女主私群演大战 粉偶像是个人行为 却要有理智且理性思考 郑余正说的 谁能保证自己红一辈子 去得罪制片人平台有什么好处 拜了路人员不说 或许还得不偿失 不过反观事件中的两位隐身主角 白露和王赫蒂依旧照常出宫拍摄 似乎并未受到任何影响 但是在最新路透中 王赫蒂看着有些疲倦 情绪上已略显低落 黑眼前十分严重 女主角白露同样是保持低调 面对一众战姐和记者 她始终低垂双眼 和他人并没有太多眼神交流 不知是否是因为这场口舌之争 影响到情绪呢 不过从片场拍摄路透来看 两人相处暂时还是和谐的 但是经过双方团队这样一番操作 究竟对两人的表现是利还是弊呢 是否会影响该局的顺利拍摄呢 目前这下都尚无定论 还是希望演员们都能够用心演戏 团队都能安心自驾 毕竟只有实力才适应道理 对此你如何看 你如何看待亚维莹的四番之战 你觉得王赫蒂粉丝的诉求合理吗